大家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二 市經過昨天一年的急跌後,今日仍然是反覆 不過早市曾經有少少後抽,先看看指數 早市恒指先低開94點,去到27,395點 之後有少少技術上的後抽,一度是倒升43點,去到27,532點 但大氣候始終還是比較薄弱,尤其是指數有少少後抽 都是走在十天線、二十、五十和一百天線之下 簡單來說,始終屬於一個反覆浴士底的形態 之後零碎的沽壓又再湧現,直到現在大約11點40分左右 指數曾經一度在今早低見27,281 簡單來說,這一刻跌了208點 關鍵在哪裏呢? 以現在的指數大概在27,38點左右 大家理醒一點 距離今個月2日的高位28,859點是比較遠的 相對來說,距離今個月9日的低位26,861點是比較近的 簡單來說,大市要扭轉這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其實已經不太容易了 不要計算今天在內 七月份仍然有八個交易天 在這八個交易天之內 就要看看有什麼消息和事件現在正在影響市 包括英國、泰國、新的觀眾疫情比較緊張 事實上來說,真的比較令人擔心 這個是對旅遊業、實體經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另外,內地好像是恆大的事件 亦都持續困擾著投資者的情緒 即是說,資金入市態度是比較保守的 漸漸的市況反覆之下,令到一股避險的情緒逐步逐步升溫 令到在剩下的八個交易天的大市 其實要達為或者打破這個弱態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指數一日仍然走在十二十、五十和一百天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是會再試二百五十天線 大概在二萬七千一百七十點左右 一旦這二百五十天線失手 都不知道不要說抹紅市的重現 你的市反覆再向下走 我們便自己計算自己數 但那一刻,市況是有機會再試 今個月九日的低位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一點 大家要留意 面對大市反覆大怨 而且有機會再試今個月的低位的情況下 就算個別的股份跌多了 它具備短線炒作的條件 都不要大手、不要用 其實大市亦沒有太多波幅 你看看個別的股份 即是日本的股份 你買下去的話 可能有3-5%的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但一旦反彈之後摸了高位 你不沽的話 它又跌回3-5% 可能更加多 簡單說 反覆肉絲底的形態 其實撥反彈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既然是要做的 你賺到3-5%的利潤 你就承擔3-5%的風險就可以了 而且現在不是建立新倉 或者逐步坐倉的階段 因為250件事 我講了很多次 我從來不會當它是熊市再現 但問題是 你跌穿了就是跌穿了 技術上的表現是進一步肆虐 關鍵就是 目前市場資金入市的信心 是明顯不足的 小小後抽抽完之後 已經無以為計了 你只看上星期 四星期五兩天 當日的指數 是收在10天線樓上 理論上有條件進一步挑戰20天線 為到市成交金額 就只有1500多億 簡單說 資金入市的態度 是越來越保守 大家要留意 順帶一提 風險管理 大家一定要做勞足 好了 接近中午的分析 就講到這裏